Hello,大家好,我是阿Yu 看到我們現在身後的環境不同了 不同了 因為我們很榮幸政府請我們去旅行 資助我們去玩 就不只是我們的 其實Tasmania政府前一段時間 為了振興這裡的旅遊業 就出了一些旅遊券 就讓在Tasmania的人可以去申請 每人就有150元的旅遊券資助 100元就是申請 50元就是一些參加旅遊的東西 對,參加旅遊 或者是坐船那些 那它是無限的,不只是居民才可以拿 我媽媽、爸爸他們也拿了 claim 他們去了Mariah Island玩 那我們就預約了一間Airbnb 去一個小小的 staycation staycation 現在很流行 其實我們預約這間Airbnb 其實都是在我們家裡的 半個小時的車程 對,很近的 其實這幾年來 都有很多來Tasmania玩的朋友 都想我去recommend 一些住的地方 所以難得有這個機會 不如我們就試一下 住一下這裡的Airbnb 因為其實我們每次去玩 去住的那些 一定是以最便宜最便宜 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對,很少會去租一些有什麼特色 特色 對,貴一點的那些 就不會 那這一間呢 價錢來說OK 然後看到它也挺特別 就是木屋 樹屋 它是樹屋這樣 周圍是一些樹幹 對,如果這些屋你懂不懂 都懂 真的嗎? 如果有些客人說 我想用一些樹屋來 樹屋 用來做樹屋也可以 做到的 都做到的 不要說那麼多 不如馬上來個House Tour 首先看看屋外面 其實就是一間木屋 佔地範圍也很大 它自成一角 很有Privacy 另外這間屋的Viu 就是對著River Durrance 有山有水 很棒 OMG 我覺得我要脫鞋 這裡真的很漂亮 現在黑花瘋了 對,我喜歡的螺旋樓梯 其實這裡已經是一個客廳 很靠近的客廳 很漂亮 這個電視不需要 裡面有隻小小 為什麼 我們要把它放出來 出來 還是它已經離開了 咦? 還有聲音 腳底 在哪裡 我不知道腳底要怎樣哄 摺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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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它怎樣 來來來來 你可以兩隻手捉住它的翼 捉住它的翼 這樣弄傷它 輕力嗎?不要弄傷它 兩隻手 輕輕 抱著它的翼 來 那邊出 沒事沒事 不要害怕 你害怕我又害怕 那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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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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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耶 他成功套斷了 告一段落這個鳥仔事件 嘩,坐在這裡 放杯咖啡 只望這個景 不得了 我好喜歡這裡是有個 很濃烈的那種木香味 好有感覺 我沒住過這樣的屋 我應該擁抱一下柱子 不知為什麼 我想擁抱一下 總之租一個星期 明火煮食啊 好久沒試過了 你煮食的時候是對著什麼? 對 這個景 然後我們幻想一下 外面是有些 是一道老人街 不知道為什麼 我想要有小狗 然後跳來跳去 或者是小朋友 然後我們來到這邊 嘩 這個也有棵樹架 神經病 不用這樣 真的OK 不是特別好fancy 但是都舒適的 OK的 然後這裡有個laugry 我要經過那個laugry 才來到馬桶的地方 這個馬桶就是這樣 又是那些沒有 湯氣線那些 就是 它這裡還有一個 正經的飯廳 應該就是 是 不開門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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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啊 這個是床 應該 它為什麼要反過來 它應該是這樣 啊 啊 有啊 剛才有 發雞蟎 我第一次 這些我看電視看很多 哦 那就是可以住四個人 這間屋 來 我們今天沖頭去 喂 每次我走這些樓梯 看我的影片 都知道我要做什麼 就是辦公主了 啊 啊 啊 好 這個有點害怕 有一點害怕 啊 OKOK 這裡 可以放衣 啊 完成了這個house tour 趕上小鳥之後 其實現在的天已經暗了 開始日落了 因為我們差不多六點才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之前有些事情做 所以我們的staycation 現在才正式開始 那今晚呢 其實都不會有什麼活動的啦 那我還是去洗澡 洗個臉 做一下treatment 然後晚上我們會在這裡煮東西吃 那現在這個moment 我覺得自己呢 要洗滴一下我的人生先 第一件事先留下個妝 我好像很久沒有拍過 一些比較casual的vlog 就是都是去旅行啊 然後之前都是關於我的office有關的 可能大家都很悶 那今天就拍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vlog 現在其實tasmania呢 是真的完全 一些事都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大家如常生活啦 然後沒有人戴口罩啦 也沒有那些social distance 其實都有的 但是大家不是很理會 好像他明明說 升降機只可以坐兩個人 但是其實那些人全部都走進去 洗臉呢 用回我的洗臉機 好像在Christmas的時候 兩年前 我有介紹過呢 就是說 用Foreo呢 用來做一個聖誕禮物呢 其實也是挺適合的 那這部機呢 都是別人送給我 就是我朋友送給我啦 他就說 你用這個就回不了頭了 的確是回不了頭 唉 我知道你都有 我有一個大阪 新的 是不是新的 對呀 你那個新的 你有沒有放鬆了的感覺 就是在這間屋裡 我覺得一進來 已經覺得好像 鬆了 我要關掉我的電話 才可以 那些電郵很響 不行不行 你不要去關 因為剛才有突發事件 然後說 網站那裡的工程有問題 明天又要去 但是 現在 今晚這個晚上 我相信是可以寧靜的 洗完了 現在呢 我就要介紹一件神器給大家 這個真的 拍心口保證 就是呢 這個 叫做 Foreo UFO 對 那其實它是什麼來的呢 一開始呢 其實我自己是聽聞 它是一部敷面的機器 平時一部敷面 可能要15至20分鐘才敷完 那你用這部機 去配合你的面貌的話 是說90秒就可以敷完的 那時候聽完我也覺得有點猶豫 就是無緣無故要花一塊錢 去買機器 用來敷面 但是呢 我用了一個多月之後 我會覺得它是一部導入機 不是就這樣 是敷面機 敷的時候 就會有震動 然後呢 又會有一些發熱 發熱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導入精華 之後它又會有一個可以 冷凍的技術 就是凍冰冰的 可以幫你收回毛孔 那我現在示範一下怎麼用 帶了一堆面膜 去旅行的時候 一定要敷面膜 這些是我自己的面膜 這個是他們Foreo出的面膜 其實全部都是韓國的面膜 就是很天然的成分 以我所知 我試了它幾個 我最喜歡這個 有Coin The Night 和這個Matte Maniac 這個是清潔心悟空神器 這個呢 我媽用完之後呢 嘩 我看到它用完之後 我的臉好像發光 今天用這個給大家看 你看看 這麼細快 究竟有什麼符合呢 好 可以配合你電話 下載一個APP 接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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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可以掃描你的面膜 它後面有個barcode 這樣就掃描它吧 接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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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這麼呆呆的一塊 圈圈就蓋住它了 嘶 嘶 使用一圈圈的動作 像你輕微滑 UFO 在你的臉上 那它一路就會跟你說話 好像meditation 那樣 那現在呢 它是有些熱熱的感覺 就是很輕微 暖暖的 而且你看到它有一些光呢 那就是那些LED light 就好像你去美容院做那些光療 不同的光呢 就有不同的作用 我一開始以為 這麼霸佈的 一定要用它的面膜 那樣 但原來不是的 你是可以用自己的 那我就會整塊膚 接著呢 就直接呢 就把相機放在上面這樣按 就是不是卡在圈那裡的 還有它不一定要Connect那個APP 你可以直接開機手動 去選擇不同的模式 然後呢 就配合去敷你的面膜 你可以慢慢研究 這麼多年來呢 用很多那些什麼 修毛孔精華那些呢 那些呢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帶效的 但很勤力用這個相機之後呢 是真的很明顯 有時候呢 我會拿它來導入自己的 噢 講過話 有時候我會拿它來導入自己的 護膚品都可以的 真的不只是用來敷面膜 不知道過了鏡頭看不看到呢 但是呢 現在的臉呢 是有光澤 然後呢 是真的 哇 這個是真心 我自己試了之後呢 是非常之喜歡的 那如果有機會 10萬訂閱的話 我自己的銀行包 都一定要買一部 用來做Give-A-Way 真的很喜歡 學生你煮什麼東西吃 是你買的 我買的 好 首先我們有 雪多啤梨 你還沒洗的 不要吃一點 OK 然後呢 有 有 有天使麵 很大 還有羊 給大家看看我們帶了什麼東西吃 因為呢 其實是在家附近 所以我們都很任性 什麼都想要就帶來了 首先就有這個包 這個是在Woolies買的 我們叫它做7元包 是用來提醒它有多貴 但是它真的很好吃 不過這個是甜的 那我很喜歡 然後當然要有些 垃圾食物 不知道為什麼呢 去玩啊 去住別人的地方 硬是想吃宵夜的 有奶 然後這個就是 之前我朋友的媽媽寄給我 那我就說想試 茶 然後要 這是網紅必食的 蘑菇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片 就明白了 然後 有些生果 我現在很喜歡吃橙 我也吃橙 吃橙才聞到精神 還有一個大芒果 千丁媽媽買 很大 還有一些紫菜 然後 零食 茄汁豆 這個早餐可以 蘑菇 是一個非常美味的 蘑菇 其實是在 烏尾花 可以買的 哇 已經預備好我們的晚餐 我們是最後開電視 Big Bang 第三次了 我們已經在看了 看看我們的 廣場 哇 好大盤啊 然後又有羊架 有湯 還有蘋果汁 好大盤 現在已經算了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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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16分 這個人已經要睡覺了 我就會繼續工作 早晨了大家,現在已經是第二天了 現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是10點半11點 我們起床的view是今天 望山,望水,望河 有人在那邊住東西吃 做什麼?早餐 早餐,其實跟我們平常吃的差不多 茄汁豆 只不過是換了地方吃 對 而且還沒有咖啡,很好吃 是嗎? 要喝蘋果汁 你昨晚睡得好嗎? 不錯,我11點都睡了 是嗎?我10點就睡了 然後吃,然後跟大家說先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學生快遲到了,他要出去做些事 一間舊屋的重建 然後呢? 不知道會有問題 然後建築就發現 建築的東西有問題 然後我要馬上去看,不然就會 影響到時間 又不是淋漏的 影響到進度 影響到進度就是影響到卡人的錢 所以我馬上去看 影響到卡人的錢,你是不是GG 又不是 建築一個保障卡人的權益是我的任務 嘩,這個是最好的宣傳技巧 繼續,有沒有slogan 提心就試吃 提心就試吃 我昨晚睡得好 雖然昨晚好像有一隻東西在草原拍拍 好像在廚房裡找東西 因為我地下,這間屋下面是封 嗯 就開了一間屋 所以 動物會走下來 對 如果來玩的朋友 可能做到的 是不是有鬼 但是他覺得 不是 是動物來的 我們最後睡到樓下 因為河山 他接受不到三千八角的地方 他覺得很不順眼 樓下就開陽 然後一大眼就看到外面的景 嘩,好舒適啊 我一來到的時候 我以為我住的那間屋 嚇死我了 那間屋是一個爛的屋 我先去開閘 走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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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開閘 現在河山就去做他的工作 然後我就去附近的一個小商場買些東西 所以就是這樣 等他 其實我們會回來之後 我想都是吃個午餐 然後我們就會回到Airbnb 哈哈 好正啊 在那裏 還有休息 我現在就在這個叫Eastland的商場裡走 其實應該在我之前的影片都見過我來這個商場的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那些東西 然後走一下超市 買東西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我就不拍了 因為我都很惹人 奇怪的目光 對 因為現在 很沒有遊客 對不對 所以我突然這樣拍 別人以為我不知道有什麼企圖 就是這樣 你的商場 喂 我跟學生相遇 你還在喝一包蘋果汁 我們現在去吃東西了 好啊 吃泰國夜晚 好啊 你說要吃的 你帶我去 我不知道在哪裡 是啊 好啊 我都沒吃過 說到好像我去過一樣 你不是嗎? 掛底濕透了 嘩你這麼熱啊 你整天都濕的 現在才塞了16-17度 你都濕透了 接下來 再熱一點 我不知道你怎麼辦 要濕到流 對 對 又說我帶路 他自己先走 我們其實這個旅程都是人的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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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間 我看到一些人很推介 原來這裡有一間 這麼fancy的泰國餐廊 不知道 那些泰菜呢 全部都是用這個 噢 這樣的聲音 人要我啊 我不在意 他是不是覺得我會知道 是什麼來的 就想給你一個名字 就沒有了 沒有餡的 正宗的 就是這樣 很甜 很可憐 嘗嘗一下 嘗嘗一下 你現在要做什麼 買菜 煲湯 因為有明火 好似乎 要煮一個老火湯 你讓我拿個豬骨來呢 要打格子 有些血腥在上面 哈哈哈哈 如果有青蘿蔔就真 對 還有栗子筋 有鼻熟的蘿蔔 一轉眼 我們就返到你了 嘩 你看這裡 嘩 好爽啊 有個地址也是爽 現在的時間是三點鐘 我們可以在這裡坐了 啊 睡覺好嗎 嘩 我正在睡覺 哈哈哈哈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些 就是我們去住一下Airbnb 如果可以的話就留言 等我就可以去拍一下這些片 多人看才行 不然待會我會付錢去做Airbnb 沒問題 不用五分鐘已經睡著了 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要玩這個 風航搖搖杯 好 任何玩過呢 嘩 不要問我在哪裡找他出來玩 你想知道的話你想辦法找我 我送給你 哈哈哈哈 你要在這個情況玩瘋狂搖搖杯 接著吃著哈密瓜 士多啤梨 接著看著這個境 度假是嗎 度假就是玩搖搖杯吃水果 好 一個三十歲的阿神 好玩 然後河先生跟我一人一間店 20年前的 他遊戲 好玩了吧 好玩 好玩 他說味道不錯 我們剛才滾了一大量之後 我決定要喝這個珍珠 找點東西做 第二次開封 我看到有珍珠 哦 就是這樣 一包 然後他就有這個珍珠 他說那個珍珠呢 我看到他在這裡說 他說要放在玫瑰菠蘿裡 它是可以這樣撕開一點點 然後整包砍進去 讓我現在去拿 現在我們先攤一攤 放在這裡 攤一下它 然後我們就沖這個 他用這樣的方式去 看看有多少糖 這瓶水應該 四十多度 四十至六十 你不拿個餃子嗎 還要預備冬水 因為 攤完之後好像一杯普通奶茶 它的奶茶那個香味是 熱熱吧 我放了這包糖的三分一 你覺得那個甜味 我覺得OK 看起來也像樣 哇它的珍珠很厲害 這珍珠很美味 你給它幾十分 一共有九分幾十分 我打算五分 四顆半 四顆半 好瘋啊 我們在家裡也沒有這樣煮湯 不過媽媽也有煮湯 豬骨湯 然後我們針對自己煮豬骨湯 而且吃一些剛才的焗的雞翅 它那些醬很厲害 所以焗了焦一焦 燒烤醬 焦點焦 焦了 我們又吃東西啦 這個vlog好像不停見到吃東西了 吃東西又坐在這兒看電視 然後又吃東西又坐在這兒看 快樂的時光過得特別快 已經來到第三天 那麼我們現在就要離開了 離開前已經把所有的東西撿好 大家無論住Airbnb,酒店也好 雖然有人收拾,但別人也很辛苦 就沒弄得太吵架 尤其是Airbnb 就把它還原 和珍惜別人的東西 好像桌子一樣 放熱東西記得放箭 不要弄得別人有空 廚房 洗乾淨 爐頭也要抹一抹給別人 廁所 睡覺的床 放好一點 給別人好印象 今天我們沒有特別的事情 去Gorsery 去Bunning 經過我們一輪的討論 我們今天的行程是和我們平日放假 好像星期六拍的Vlog 基本上是任何地方 所以我覺得Vlog可以在這裡遠 因為Vlog應該 應該很長 不然會太長 就不太好 大家沒力氣看 還是大家喜歡看大長Vlog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一定要追蹤我的Instagram 雖然我很少發帖 但我都會追蹤Instagram的Story 我不發帖 因為我老公經常拍到我肥豬 又或者拍到我超醜 又或者拍到我好像遊客相 我覺得自己很不專業 又或者本身本人也不太懂拍照 就是擺姿勢的 我只懂得這樣 其實 我想大家都知道 看我的Instagram 應該都不會期望我是那些 應該都是那些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很快又再見面 拜拜